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开心请两位朋友和大家说一下 究竟香港里面除了网络和书之外 哪里可以得到最新的婚礼上的资讯 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喜讯的Elsey Elsey 你好 Elsey 你好 Elsey 你好 欢迎来和我们聊天 我知道Elsey的喜讯是很特别的 因为大家总有一部智能手机在手 所以她开发了一个Apps 在iPhone里面可以免费下载 我想问一下Elsey 在研发这个Apps的时间里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这个构思也比较新的概念 在香港也算是挺首创的 研发当然在制作Programming上 会有这个困难 而且拿商户的Database 和资料是需要一个很长 和很辛苦的工作时间 会不会做这件事之前 要全公司的人都要用一部智能手机 首先要的 是的 每人要有一部手机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这个很重要 但其实市场上刚才说过 也有网络 也有书 传统和覆盖面 都比较稳定一些的渠道 为什么不选择 要选Apps 其实因为比如书 网络上 这些渠道已经是 这么多年一直都有的了 但是现在 新一代的年轻人 每个都会有一部智能手机 大部分的人都会有 这个方便到他们 无论在街上 在任何地方 他们都可以随时找到他们需要的资料 不需要一定要 拿着一本很重的书 或者有一部电脑在身 才能做得到 但会不会担心 例如我 有时 乘车 或者吃饭的时候 无聊 都可能拿一些雜誌 或者最近我结婚的 我都会喜欢 多看一些书 关于婚礼的资讯 或者上网多点照片 会不会拿智能手机出来 其实可能都方便 但当中的图片 或者影片 或者想要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 其实都不会的 我们那个APP里面 就包括了 可以放到商户的照片 上去 他们都会看到商户的照片 亦都有他们的网址 电话 地址 那些 他们一按 那个网址 都会直接去到商户的网站 看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那当然 其实刚才 事实提过 那种会有些喜欢质感 要摸一下那些 其实是的 有时候我老公看报纸 都一定要摸一下 但我可能会看智能手机 里面的报纸 当然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需要 但始终APPs 是比较新穎 一些 对一些人来说 你知道潮流的东西 就喜欢新的 是 所以会是一个挺有趣的方法 令到新人可以拿多样资讯 但我知道 其实喜讯当中里面 你们的覆盖层面 都很广阔 是 没错 我们平时在网站上面看到的 可能他们分的类别 都会比较分得大一点 但是我们的喜讯 就是 特别在于分很仔细的 所有category都会逐细地分 甚至去到很大的婚纱 摄影那些当然一定会有 但仔细到 比如红酒 婚前检查 姐妹裙 那些 我们的教堂都会有 我们是分了三十多个女别 所以覆盖范围都很多 三十多个 即是分了头都痛 虽然我未嫁 即是结婚都知道很烦 因为家里有人扮起事 还有朋友间都会做过姐妹 她一要结婚 就找很多很多不同 其实要去细分 这些当初是否有难度 因为普通的网上 他们分得比较大一点 可能不了解到新人的需要 我们也访问过很多新人 或者用家 他们知道他们真的 其实结婚不只是婚纱 化妆 摄影 这些大的category 其实很多细节的东西 真的要去知道去找 所以希望帮到他们 其实这个app 真的很想帮到他们 找任何仔细的东西 他们都会找得到 我相信你们公司里 有些同事可能结婚 更加亲身的感受 甚至乎再细分 回想起我自己结婚的事 有很多不同的小范畴 我相信从细节到玩新郎 入门的时候 游戏 其实姐妹曾经在哪里买呢 而这些不是一般 你可能在雜誌里面 或者在网络上 找得到的资讯 这些未来的时间 会不会有关注 其实任何的结婚的东西 我们都会放进去 可能有些人 未听过的 有些 弄一些结婚相簿 去哪里弄 都会不知道 我们的app里面 都会复害得到 像阿曼胆所说 我做姐妹团做得多 有时候 要想一些计划 租责新郎哥 和他的兄弟们 当中要找的东西 例如食物 或者道具 的确有难度 那会不会觉得 你们的app里面 会不会有多些资料 例如有些名字 或者是电话 给朋友去找 会的 无论公司的电话 地址 都会有在里面 还有我们的功能 你一按电话 它就直接可以撥号 所有东西都是按 Email 它会直接去帮你 帮你 Email 都方便 会的 但是会不会这样 因为很多时候 看一些 网站 又或者书 也好 看到的一些 介绍的公司 都可能 拿广告 选择性 好像是局限了 原来他们有 给钱买广告 我们就会见到 接收到他们的资讯 当中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是全香港 所有的公司 都会网络 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是所有都会有在里面 不需要给钱 我们公司买广告 都会有它 最基本的 电话地址 Email 和网址的资料 都会在里面 真是希望 帮到新人 他们能够 给他们更多的选择 不是说整天 只是看到广告的公司 原来真的有很多 很好的商户 就算没有放广告 他们也做得很好 我们一定所有 都会全部放进去 我听到 Elsi很用心 想帮现在香港的人 或者很多年轻的男女 都会比较早结婚 或者他们结婚 都比较自己 两个人去类备 但听到你刚才说 跟我们说 包括很多 大大小小不同的店铺 都会找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当中找 一定是有些辛苦之处 都是的 因为 如果你说找 经常买广告的商户 一定会找到他们的资料 但是 有很多是 以自由人的方式做的 或者可能新开 可能很难找到他们的资料 我们真的很困难 要捐洞捐 用脚走也好 在网上找也好 去找他们的资料 来摆入我们的资料 是真的辛苦的 但是 也帮到一些freelancer 他们可以 告诉新人知道 其实有一间这样的公司 也希望帮到他们 接触到新人 其实有点像我们以前的黄业 是否都会放进去 方便人家找 还有刚才你说过 很重要的就是 一些freelancer 他们比我难去接触到 还有我也认识一些朋友 可能在这个行头里面 他们属于比较 很有性格的 他们觉得我们做referrer 已经够了 不需要 出到外面 可能买很多广告 反而他们是很有心机 想去处理每一个客人的要求 那些是最难找的 而且一般人是 你没有朋友介绍 他们有机会 可能会做 所以可能多了一些 不同的选择给新人 除了有大路的 可能大家很怕 一号警 二号化妆 三号三 那些 如果想找一些很特别 很特别的话 可能都需要在你们的 简讯里面 找回里面的资料 其实你刚才说过 都要登门操访 或者找他们的email 其实有没有暂时 已经手上 可能现在都找得到 大约有几个自由人士 而覆蓋他们的行业 会是些什么 自由人士通常都会是 在摄影 化妆 和 wedding planner 那些 会比较多一点 覆蓋了很多 但是 都需要一些时间 去继续找他们 亦都欢迎他们 去联络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的存在 我们就会 帮他们 放到我们的app 那里 但是化妆这个行业 真的会比较多自由人 很多都是没有公司 或者是 那些人说 我结婚的那个挺好 你又去试一下 是的 他们其实都很欢迎你们 去做这个事情 是的 我相信都会帮到很多商户 或者自由人 他们可以一个很好的渠道 可能他们又未必会 想花很多的金钱 去买一些很大型的广告 或者他们可能是上市的阶段 各方面 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至少接触到一些新人 我听到你 大家都可能心动动了 因为 立刻想结婚 结婚就会立刻的 如果结婚的时间里面 你会减少很多时间去找 因为当你打开电脑 上去到一个海里 万无目的的游 其实你都挺投行的 我都相信 起码已经有一个清晰一点的apps 最重要是随时 在街上搭车也可以按一下 然后还有很有趣的功能 我知道他们身处在哪里 可以帮你找到旁边的一些想用的服务 可以讲解一下 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搜索的位置 你可以打到你想要的类别 比如我想找分纱 然后我的地区在哪里 或者我附近在哪里 就会知道你附近的分纱店 在哪里 它会全部列出来 那你就会很方便 我跟着去选择你想去的商户 也迟一点 我们的app是developed的阶段 有一个消费的价格 你打进去说 我想要三千元的分纱 就会全部列出来 那就会方便到新人去到哪里 找到哪里 有时结婚 可能女生会比较积极 主动一点 去做很多research 搞好自己的婚礼 有时反过来 男生那边就会努力点 现在你出了这个方便的情细 其实是男女 如果这对新人都是懒人 你真的超级好 我当时想起 我们如果新人快要结婚 你都明白 通常会约起 弟妈妈 兄弟姐妹 一天都做完 这个方法十分之好 因为我们身处尖沙咀 我看完这间 附近的差不多价位 你还加上这个价钱 就数了这么多 大家一天都做完 真的很方便 很适合这间繁忙的都市人的生活习惯 对 因为我们的 list 有这么多三十多个category 他们可能平时没有想到 原来我要找红酒 或者我原来要婚前检查 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 是婚前检查 对 你见到那个 list 就会提醒自己 原来我都要做这些东西 他们就会去找 原来我都要做这些东西 会帮到他们有一个listing 但是你们有些平台 有些同事会常常不断地更新 绝对有的 我们每天都会有同事去更新 Database 而且始终结婚的商户真的很多很多 我们要一次过全部进去 又未必做得到 所以一直都在找不同的商户 而且很欢迎所有商户 看到找不到他们的公司 或者他想放他们的资料上来 我们会立即有同事去处理这件事 因为很重要的 每天更新 你知道婚姻市场有很多新的指数 甚至乎有些公司究竟 咦是否在道拉 我都试过 有些朋友说 我记得哪一条街 有间婚纱店 但去到那时可能已经继续了 所以 是的 真的不行 所以可能在一个指数上的更新 都是其中一个新人上 很考虑 会不会看那些媒体的方法 因为网上的可能到我家都不出奇 书就未必 因为其他去买 通常都会比较准 听到你这样说 大家知道 喜讯在这个资讯上的 新永兴是很新的 但我想问 如果我是新人 我觉得有些东西我正在用 或者我都想找 你们没有 那你介不介意 如果新人给回一些建议 如果我们想知道这方面的东西 你们会不会有价 绝对欢迎他们 问我们 或者给意见我们 所以我们的APP 里面 是有一个位置 是给一些新人 可以联络到我们的 他们可以随时 送个email过来 告诉我们 我想要有这方面的资讯 我们绝对是会 因为我们是有同事 去负责 去更新 更新 这个APP 所以是会 绝对欢迎 当中三十多样不同的种类 有没有一些 新人经常会忽略 或者你们觉得 比较有趣的新东西 都会有的 正如刚才那些 婚前检查 这些可能真的会忽略 都会忽略 是的 还有可能 在平时的网络上 你找不到教堂 教堂 教堂不会买广告 是的 他自己又不会卖广告 所以我们也会放进去 还有很多新人 我们的经验 就是他们想找 一些经常见到的大公司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freelancer 他们都是 这个我们初时想想 我们自己都忽略了 这个范畴 但后来发觉 很多新人都想找一些 特别的 新的 给一些新的摄影师 或者化妆师 试一下 我们后期才加了 这一栏 回系 我想无论在质素上 那种新鲜感 甚至在价钱上 都可能帮助到 不同层面的新人 就算在我们节目中 梦想成婚 都介绍过不同的嘉宾 有些真的很有趣 可能平时 就算我都长时间在这个行头里面 都会觉得 我都很少见 都觉得挺有趣的事情 但是真的 除了看我们这个节目之外 有些朋友可能 诶? 我失败了 但就没有了那样东西 但就将它长时间 放在喜讯部分 其他的 可以对準时语 有 hangover aikaída 有什么 可以再说 你们的喜讯部分 会不会所有资問 一路继续 就会一直好 什麽 或者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更多 不会 我们真的会保持 所有品 pun 都是会 一路 鼠nio 鼠檬鼠檬 主 quê 即是愈来愈多 습니다 只会不会 坐过一 conduit 但只会愈来愈多 可是我们仍然留下 我们都仍留下 特长לק 是 你为我做 does 我给安全 Hoje 你們的喜訊那邊擺放 會不會不斷跟他們結合 看一些資訊意見 也會的 還有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 還有知道多些他們近期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也有一個優惠的地方 問問他們近期會不會有什麼優惠給顧客 我們有一欄是優惠的 就會出到某些公司 他們想告訴新人 他公司有什麼優惠 其實做新人來說 他們是很有興趣的 這個難說對會 當然要問 很多時候新人一年都去幾次婚紗展 無論是會展的 即是酒店裏搞的 都有很多很多 去到一個很大的目的 就是拿優惠 剛才你說過也有優惠 但跟我去婚紗展的優惠是否不同 那就要看商戶 究竟會給我們什麼 當然 放在我們喜訊那裡 絕對不會跟婚紗展有很大分別 應該是一個好的優惠 很開心 聽到這件事 快點嫁了 到你 沒有對象很難的 可能放在籃子 就是這個男朋友 男朋友 都可以放在旺葉去檢查單身 為了什麼 我沒有想過為了我這些 接近中女的單身 去做這些服務 這些是講緣分的 我相信一定會遇到的 可以考慮的category 可以 我會提供給你 好 這個當然 我們是brainstorm brainstorm 可以交給Elsi 想想會不會有更多的apps 如果有的話 我相信那裡更加多 可能比化妝師更多 當然這一點是開玩笑 但當然你也可以看到 喜訊在那個概念上 或者在範疇上 會比較活動 不會眼睛睛 因為我相信 在你開發的apps的時間 都有很多 預留空間 去增加不同的category 當然 其實大家在結婚的時間 潮流都流行新鮮 或者要獨白 令到我不想跟別人的婚禮 是一模一樣 會不會有時候 你們收到一些客戶的公司 甚至乎客戶提供他們的服務 對於你來說 你都覺得很新鮮 你都很少見到 有沒有這樣的客戶 暫時都沒有 這方面 始終結婚都是大範疇的事情 都會是那些 但是近期有些拍攝影片的手法 都會是很新的 可能大家都很夢想自己 結婚是一個很另類的東西 看電影多電視多 可能他們開始想自己 當日是一個明星的出現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拍攝影片的 都會出了一些很新的拍攝手法 他們會把你塑造成一個好像 星 明星 然後 以往我們看結婚拍片 可能會是播一些 他們小時候的照片 那些 現在就很特別了 拍一段好像電影一樣的事情 會邀請你們的朋友 家人 出鏡 一起 我想他們的影片可能會花一兩天 時間 去拍出來 然後 當日 結婚那天 播出來給一些 賓客看 那些是一些挺新穎的 拍攝手法 我覺得 對於一對新人來說 自己好像做了一兩天 明星 會 那些機器更漂亮 因為以前的朋友的機器很黑 很蒙 收音又差 那些情況有很多不同 剪接也會做得很好 所以 這些會是很有趣的 我自己 我看到很多人 都會有一期 可能比較流行是這個 MV feel 有沒有發覺 是 對呀 也會是 但現在簡直是像電影一樣 現在要武打 好嗎 對呀 當自己70年代 穿了特別的衣服 或者去不同的 transportation 那些地方 去拍攝 一大堆朋友 那些朋友都很辛苦 其實這樣幫他們 要化妝 要出外景 對 要出整天 飯都沒得吃 但是 那些想法是越來越新的 其實真的 很開心 對呀 你們現在就有這麼新的服務 還在不斷地去研發 還要時間去適應 會不會再有些新的想法出現呢 其實也有的 我們接下來會開一個 簡直是資訊中心 讓新人可以上來我們公司 可以撒取到商戶的直接 正如Amanda之前所說的 喜歡拿著一些東西 對 即是 要摸一下才可以 對 要摸一下才可以 不可以在這裡撥一下 或者在電腦上 我們直接去資訊中心裡 會有商戶的章程 價錢表等 商戶可以放在我們的資訊中心 而新人也是免費上來 跟我們的職員說 告訴他們 我想結婚 我們需要找一些資料 我們會給他們一份表填 譬如 婚姻想要租買 然後價錢能力別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職員看完之後 就會好像執藥一樣 拿了宣傳單張 然後讓你們回去慢慢細月 而且 始終可能他們到時候 看完之後 就會去商戶再多一次 但是 我們已經幫他們掃檢了一次 覺得適合他們要求的資料 才給他們 希望可以方便他們 再方便 我聽完覺得 都像執藥的 因為很細緻 我覺得像旅行社 因為通常去旅行 你就會去很多旅行社 一邊跟別人說 我要去哪裏 通常會選很多個團 給你們看 對 沒錯 概念也會類似這個 真的很開心 有一個這麼新的服務 除了分析之外 在某個資訊中心 在將來的時間裏面 大家去一個地方 就可以找到不同公司的服務 找到最重要的是什麼價錢 還有一個consultant 有同事會給他們一些意見 令到新人再搞婚禮的時間裏面 時間縮短一點 但質素仍然會這麼好 今天麻煩Elsi和大家分享了 你們的新的apps 當然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婚禮資訊 千萬不要人開 接著來的時間裏面 還有另外的婚禮資訊 待會再見